大家好我是WonBone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 紫青鼠黑珍珠的運氣隊伍 這個隊伍特別感謝公會大佬 少爺城堡還有提供相關的配料 再次感謝他 那這邊來快速講一個重點 就是狂漢堂錯聖學員餅乾 他本身的話就是偏向是一個爭議型的餅乾 所以各位玩家你在使用他的時候 他真的需要點運氣 就有博弈的效果 打法跟上一部影片其實差不多 這邊最主要的話就是要拚倒數1分鐘的關鍵爆發傷害 這邊口岸堂秋餅乾 剛好拿到了海盜劍 或者是拿到了黑珍珠貝殼 那這邊只要拚一波爆發加紫青鼠的傷害 基本上就可以把對面打飛 這組玩法也是非常吃運氣 但我覺得蠻好玩的 那來快速看一下配料的部分 紫青鼠這邊是完全傷抗的配料 冷卻的話建議就是3%以上 其他就撐高你的傷抗這樣就OK了 被南雪餅乾的話是完全冷卻的 冷卻時間建議的話是拉到23%以上 其他也是撐高你的傷抗 黑珍珠餅乾的話這邊是玩3攻2冷的方式 主要就是拉高你的攻擊傷抗跟冷卻 還有暴擊傷害抵抗這樣就行了 然後接著奶油獨角獸的話這邊是玩3爆2冷 冷卻時間的話就是要比黑珍珠稍微低一點點 因為他們兩個的基礎冷卻是一樣的 放招是從右邊到左邊 所以你這樣順序放下去的話 你的奶油獨角獸就不用到那麼高 就是跟他差不多就行了 然後在口岸糖球餅乾的話這邊就跟先前的影片一樣 我們主要是拉高冷卻跟增益效果 寶物的話一樣是帶羽毛 帶羽毛的話如果是黑珍珠可能 躺了 或者是我們的紫青鼠躺了 他就會再次立刻開技能 對於倒數1分鐘的爆發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不幸也是獨角獸吃到的話 那也沒關係 就是多多運氣嘛 但還是要記得我們隊伍裡面是有口岸糖球成員餅乾的 他還是有一些運氣的效果好嗎 這邊要特別說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相關的實戰影片吧 戰鬥 沒有 會不會被誇 jamais 會不會被誇! 思考的方法 身體不能取得 ut skill i can me 我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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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就算了 如果能量重点,有多些人也很有缺乏 如果能量重点,就能量重点 有 Solarии一直是 соп 중 Wall's不可違法的 《反而紅白》 作詐欺 《反而紅白》 大部分是有減少 XD 你看到很強烈 靠近了 一階之后这些机会还可以接变 就有 formidable 就像这些人—— 不用哭了 地银杀人 就是这些工具 难道的地方 感到更多的都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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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有彩有益 用這個兵物的話 就算在有其他 匪奉上下戰爭啦 可是略複那你在哪裡哪 對我來說 趕快吧 對我來說 我got得了 所以我覺得要打到她的兵物 趕快回到雜誌陪了 這裡 試試試試看 就是兩次 怎麼會超過的 我前召测试了 就在上根本城 打算了 我想快捞一遍 刘成的样子 仇人形的 что小切 是不是大家在这些事情 非常好 用木採押去 GGG 如果是有机的 楼上了 要出击 好 次回予告 直接召喚了 作詞 作曲 初音ミク 但是我更加,就是她肯定的 這次的玩具還沒有嗎? 紫薰索運氣隊伍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之後都有些新的想法會再做更新 我是夢棒 下部影片見 掰掰